解题,直流发电机,分机式发电机,104年统测,有一部10k瓦200伏特直流分机发电机,分机厂电阻为100欧姆,当负载转入时,转入电流为30A,此时电数之硬电式为3伏特,则于额电负载时发电机之硬电式预约为多少伏特。 104年统测,来看15瓶分机式发电机,第一个动作,画图,把图画出来,你不要懒惰,然后再来,他说几k瓦?10k瓦200伏特是在哪里的,是负载的,所以10k瓦200伏特,然后电流50A,方向往下50A,好,再一句话,他讲什么? 分机厂电阻多少?100,好,所以我这边是100,再来呢,负载转入的时候,转入电流是33A,那这个时候的电输的硬电式是3伏特,求额电负载的时候,发电机的感应电是约为多少? 好,我们先一个一个来,好,来,200伏特,100欧姆,这次串联来变点,变点,所以这边有几伏特?200伏特,所以电流多少?2A,有没有节点?有。这边几安培?52A,有没有给RA?没有。所以我的EG,少什么东西?所以是EG是等于52A, XH几欧姆,RF之大,然后再加上什么?多少?200伏特,这是在额定的时候,对不对?好,可是他说的状况是什么?谁短路?负载短路,所以短路要不要再图重画一次?要。所以你图,你不要反动,你再重画一次。RF多少欧姆?100还是200?100。好,现在后面的动作是什么?短路,短路几伏特?0伏特。 所以我的EG只剩下什么电压而已?这一个是由什么来产生的?EG等于KYM,那Y包括什么跟什么?YR加上YS,YF,那现在YF等于多少?0,因为这边0伏特,这边0伏特,0伏特,0安培,对不对?那他说出来几伏特?3伏特,所以这3伏特是怎么来的?圣词出来的,所以这边是 是YR出来的,那请问能不能算的?因为他有说几安培吗?好,怎么想说,怎么少这个东西?因为我这边短路要有一个电流,30安培,那怎么算我来的?3伏特除以几安培?30安培,所以几欧姆?10分之1,0.1欧姆。再带回去原本的,有没有电流?有没有电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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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?有没有。 5.2,正,正,负,5.2,不断,这边5.2,这边200,这边移居多少?2005.2,不断,OK,答案就是205.2